我们人类有文明以来 鞋子就没有从脚上丢下过 出门在外要穿各式各样的鞋子 在家里也要穿着家居拖鞋 那么这么多的鞋子 大家又是如何摆放的呢 是随意的丢在家中任何位置 等需要实在找 还是放在卧室门前供方便穿 亦或是直接放在大门口 等待出门时穿 其实这些摆放方式都不对 看到这里 有朋友可能就想说了 不就是鞋子吗 不注意摆忧怎么了 能造成什么大不了的影响 这可就小看了这 小小鞋子的大大能量了 即使是这么一双小小的鞋子 若是没有注意 摆放的风水禁忌的话 也是会影响到家里的运气 以及夫妻感情的 依鞋子摆放的注意事项 在家居风水中 有几个常见的现象 如果家里的鞋子摆放的很随意 有横着放 有交叉放 那么说明这家人 通常来讲原则性不强 同样的 类似的鞋子摆放 对人的影响还有几例常见情况 家里没有鞋架摆放鞋子 鞋子随意的摆放在某处 那么家里的男女主人情感 会时好时坏 充满纠结 如果家里鞋架高过肩膀 那么家里的情感都会起风波 容易有出轨的可能 如果打开鞋柜 鞋尖正对自己 那么自己也会容易有健康 眼睛方面的疾病 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一点从风水上来讲 我们穿的鞋子 经过一天的走路后 总会沾染到各种气 这些气通常比较杂乱 若是回到家还将其胡乱放置 那么就会对家里的气造成影响 因而影响家里该方位所主的人 各个方面的运势吉凶 通常来讲 鞋子只适用于 放在经常出入的大门附近 而且最好是要放置在鞋柜内 只有这样子做 进出门的气流动大 是最大化的控制住鞋子的气不乱散 影响到家中的气的一个方式 而鞋尖不能针对着自己 是因为这样子的摆放 是在风水里面构成了火煞的格局 是会对屋里人的健康 起到减分作用的 而且不谈风水 仅从常理角度来说 每次一打开鞋柜 就看见一个尖锐的物体指着自己 也是会使人心绪受到影响 久而久之也是会影响健康的 三鞋子摆放的风水禁忌 说了那么多 那么鞋子摆放 究竟有哪些风水的禁忌 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呢 别急 这里我们就来一一列举 一不要将鞋子放在家门之外 很多人为了节省空间 会把鞋子放在门外面 其实这是非常不利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不易保管 有丢失的风险 其次屋外的温度变化 也会影响鞋子本身 然后根据老祖宗的告诫 鞋子放在屋外 也会容易招惹阴邪之物 可能带来晦气 最后门口本就是家居风水中 非常重视的地方 若是将鞋子这等 气息杂乱的事物放在门口 也是会影响整个家的运势的 所以为了心理不再担忧 为了鞋子的使用寿命 也为了自己的气韵着想 还是不要将鞋子放在门外了 二鞋子一藏步一路 通常来讲 为了整个家居风水的气的稳定 建议不要将 出门所穿的鞋子放在屋内 而尽量把鞋子放在鞋柜中 将从外面带来的气 锁在鞋柜内 可以最大化的 减弱外带的气的影响 若是室内穿的拖鞋 在床前放的话 一定不能将鞋头对着床 而要相反方向 因为人睡觉时气弱 更是需要注意避免 有个种不好的冲击 若是在卧室门外放的话 因为鞋尖是煞气所在 所以绝对不能朝向室内 而要把它朝向门外 若是因为条件的限制 无法朝着门外 那么也要对着墙 万不可对着屋内 另外 对于一些长时间不穿的鞋子 应该将其收在 封闭的柜子或盒子内保存 最好将其放在储藏室 地下室等 一定要与地面接触 不得放在高处 三鞋架的高度不宜过间 通常来讲 家里面还是非常需要有一个鞋柜存在的 而鞋柜的高度也不能过高 以不超过房屋高度的三分之一为标准 现代住宅的层高一般在3.3至3.5米 所以鞋柜最好不要超过1.1米 一般来讲也不宜高过人的肩膀 否则会对家里面的感情关系 造成不好的影响 另外鞋柜鞋架的设计 以五层为宜 多于此层数就数大计了 而且每层鞋柜最好摆五对鞋 以达到平衡的效果 四鞋尖的朝向 一定要朝下 摆放鞋子的时候 鞋尖一定要朝下 首先从常理来讲 鞋尖朝下有利于鞋内朝气 从鞋口散发出去 利于保持鞋内干燥 另外这样在出门穿鞋时 也是顺手的方向 可以很轻易的就拎出来 而从风水上来讲 鞋尖是煞气所在的方向 所以更不能朝向 天人第三才中人才 所在的上方方向 否则会影响到人的运势的 所以更是只能朝下 五鞋尖物对人 这里我们前面也说了 鞋尖对人会形成火煞 会影响人的健康 所以一定不要犯着错 四我们应该如何摆放鞋子 说了上面的信息后 对于鞋子 我们应该如何摆放呢 如果前面大家看得有点头晕的话 那么大家只需要 记住下面这四条 就足够了 一外出穿的鞋 进门就脱鞋 鞋子一定要放在鞋柜内 鞋头朝内 鞋尖向下 外出的鞋子一定不得穿入室内 二鞋柜注意事项 鞋柜应放在大门处 且最好用鞋柜 不要用鞋架 鞋柜以五层为宜 如果少于五层就以三层为宜 每层的摆放以五对为宜 其中以老人和孩子的鞋子放在上层 男主人的鞋在女主人的鞋上层 乾坤相对 如果颠倒顺序 对男女主人都不利 每次打开鞋柜不宜见到鞋尖 鞋架高度不宜过间 不宜超过房屋高度的三分之一 鞋柜的摆放方位 与大门的推动方向有关联 如果大门从左向右开 那么鞋柜适合放在左边 如果大门从右向左开 那么鞋柜适合放在右边 此外 鞋柜不能直接冲着大门 否则这样面对面会气场相撞 不利家庭关系的和谐 三鞋子一静 如果鞋子在外面弄得很脏 一定要先清理干净后 再放入鞋柜内 如果长时间不用的鞋子 更是要将其用盒子包好 放在储藏室或地下室 既会放到高处不着地 四屋内的拖鞋 若是要放在卧室床边的话 鞋尖一定不能对着床 而要相反放 若是放在卧室门外的话 鞋尖不能对着卧室 而要相反方向 若是条件所限 不能对着卧室外面 那么一定要对着墙 生活中的情况 总是由无数个小事堆积出来的 鱼鞋子的摆放 这样的小事也是如此 细节决定成败 只要你能好好注意一下 鞋子的摆放 你的运势 就会慢慢的一步步变好 说不定财神爷不日 就会登门造访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